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 中油员工在忙碌的工作之余 也能够接受艺术的勋陶 由中油公司主办的中油美展 由于艺美的饗宴 不仅培养同仁艺文素养 倡导正当的休闲活动 推广艺文生活 对于工艺活动更是不遗余力 这一届中油美展 共展出百余服水墨画 书法 油画 水彩 摄影 工艺等创作 参展人员都是中油公司的员工 他们利用工余时间 自费聘请名师 指导绘画技巧 包括涂灿林教授 洪瑞霞教授指导的水墨画 黄一鸣教授指导的书法 冯德伟教授指导的西画 及杨川真教授指导的摄影作品 在历届长官的支持与提倡下 美术社同仁曾参与中油阅历的制作 两岸国际文化交流 并无偿提供作品摸彩 希望能够推广艺术活动 意卖美术作品 捐助入室团体 广受好评 而中油公司员工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 聘请专业老师 让大众选择自己的兴趣 在老师的带领下 接受艺术的熏陶 既能够疏解工作压力 也让心灵有所依托 这一次在中正纪念堂的展出 期盼各界同好立临观赏 并给予批评指教 十方新闻记者 来依荣台北采访报导